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有着亚洲体操之乡的仙桃市 仙桃市是湖北省的一个副地级市 古代的云翁大泽就在这一带 是一个相当古老的城市 不过这座古老的城市 可以会成为亚洲的体操之乡 现在请随着我们的镜头去做一番了解 红莲 绿虫 飞鸟 好一片水乡泽国的意境 这是古名缅阳的湖北仙桃市 给我们的第一印象 另外这里是古代云梦大泽的所在 根据左传国语跟司马相儒的子虚复记载 云梦大泽乃是仙秦时期的楚王狩猎区 云梦大泽后来由于长江泥沙淤积 分为南北两部分 长江以南仍然保持着浩瀚水域 也就是我们熟知的洞庭湖 长江以北则形成沼泽地带 就像位在仙桃沙湖古镇境内的这一片湿地 千百年来 这里的生态始终保持良好 所以在2007年正式批准批为省级沙湖湿地公园 由于古老的东京河贯穿全境 成为公园主要的水系纽带 游客可以乘坐游艇悠游其间 这里是沙湖湿地公园 它的面积非常的大 有九千公顷 我们刚刚搭船游的这条河 那叫做东京河 往东在十几公里 就会接到长江 往西就会接到汗水 在这个湿地公园里面 最多的植物就是芦苇 它们把它用来做成造纸的原料 由于这里的土地非常的肥沃 所以有许多的经济作物 像是棉花 像是芝麻等等的 这里的环境 大家可以感受到它是非常的好 所以一年四季 都有许多国家 一级二级的保护动物在这里栖息 仙桃市位在湖北省中部的江汉平原 东南临长江 汉江贯穿全境 境内河渠网络相通 可以通航的河流有17条 不过现今市民的交通 主要还是凭借现代化的道路系统 陪同的当地朋友 还特地带外警队参观仙桃的医院 因为这是让他们引以为傲的地方 毕竟空间规划如此良好的医院 在中国大陆可并不多见 仙桃的卫生医疗体系 从2000年开始便快速发展 此外 仙桃是江汉平原东部 最大的物资集散中心 工业以轻工跟纺织著称 所以当地的百货服饰业也相当发达 一走进百货公司 仿佛又挑不完的衣服 当然 拥有小汉口之称的城区 可不会让你闲着无聊 玩的 吃的 逛的 样样不缺 不过来到这个有5000多年文明的地方 可别错过这儿的名胜古迹 例如仙桃的清真寺 据说最早的一座 是兴建在明洪武年间 一说到明代的洪武年间 不免联想到曾经跟朱元璋 争天下的陈有亮 他正式出生在此地 根据缅阳志的记载 今日的玄妙观 正是陈有亮故居 当年他去世后 朱元璋为了消除陈有亮的影响力 便把他的故居改为玄妙观 这个就是雷煮店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保一方平安 曾经这个雷煮是专门保平安的 这样一个店 现在很多人都会把雷煮 请到家里面来保自己家里面的平安 明清两代的道正司 一直设在玄妙观 这或许也是对陈有亮的一份尊重 原来的时候 它是叫做着阴景的 就是这个陈有亮戴着这个战帽上面 有一撮红阴 每次他打完仗了之后回来 就会到这边来洗着一个着阴 就是着阴景 到了后来才取名为叫做雨泉景的 据说陈有亮之所以能够在近20年的 戎马生涯中部生意级 就是因为他能因此景水消灾得福的 是不是来这边大家都会就是打点水上来 洗洗手输出口求个好运气 对会给自己带来福气的 这一千年以来这个水从来都没有哭过吗 对从来都没有哭过 陈有亮是原末起义军的领袖之一 也是当时大汉政权的建立者 西元1359年登基称帝 四年之后率六十万水军攻打朱元璋 终在鄱阳湖战败身亡 在陈有亮纪念馆里面 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行锅 对 这个行锅是什么意思 其实是这样的 当时就到这一口行锅到现在为止 我们免存了关于这口行锅 还有一首非常古老的歌 他这么唱的 真人的真主人的锅 狗不快活我快活 意思也就是说当时这个陈有亮义军 把一些贪官污吏都下到这口锅里面 促使以捡名分的 所以说这口锅呢 锅底竟然风雨六百多年的轻事 锅底已经秀世脱落了 是 而且我听说陈有亮 它有两个非常重要的锅 一直影响到现在对不对 对 除了这个行锅之外 另外一个锅是什么 另外还有一口呢 是我们所说的军饷锅 也就是呢 我们现在呢发明的啊 这个也就是发明明阳三针的那口锅 它其实呢是陈有亮的夫人啊 张凤道娘娘 当时呢为了呢给这个陈有亮义军啊 行军打仗的时候都吃不饱 于是它便把这个米磨成了米粉 混着野菜 而当时在农阳这一带呢 琥珀比较多 所以说像鱼啊 棒啊 这里那比较多 就混着一起蒸 又可以去除腥味 也可以填饱肚子 农阳三针呢就由此发明来了 现在就来见识一下 所谓的缅阳三针 哇这条鱼真的是很肥美耶 你看光是尾巴的部分 它的肉就有多厚 缅阳三针跟它的争执记忆 已经被湖北省列为省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 眼前为我们料理的师傅 正是传承人李和鸣先生 像五花肉需要蒸大概四十分钟 那鱼呢 这个鱼蒸八分钟 八分钟 而且鱼啊 不管它是有果粉的 还是新鲜的大条的蒸鱼 它其实好不好吃的掌握度 这个时间火候也实在太重要 火候非常重要 美洋人爱吃蒸菜 有无菜不争的习惯 南瓜要放点糖 放点糖 对 让口味更好 所以其实蒸菜 它虽然听起来很简单 但也是变化多端 对 多端 这么难怪就嚼到这样子 糊状就可以了 对 这也可以了 那萝卜呢 这萝卜我们再来调味 萝卜也需要一点点的调味 所谓的三蒸 也就是蒸促芹 蒸水产 蒸食蔬 颇符合营养均衡的荤素搭配 蒸菜都裹着陡细的米粉 菜的本身香味 配上大米的清香 回味深长 您觉得我今天先吃哪一道比较好 先尝尝这个鱼 这个鱼 甩水 青鱼甩水 对 一个鱼尾分成三段 可是它却还是这么的厚实 就可以感受到它平常有多么的运动 那这个肉一定很有弹性 绵阳三蒸 不仅是湖北名菜 也在中国知名菜系当中 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它虽然裹了一层粉 但是因为它真的恰到好处 所以鱼本身的鲜味 还是非常的鲜甜 再加上它掌握了火候 然后还有它这些调味料 所以吃到嘴巴里的时候 它是非常非常和谐协调的 绵阳的美食 除了绵阳三蒸之外 还有绵阳双蛋 也就是皮蛋跟咸蛋 现今的仙桃皮蛋 小于中外 曾经荣获北京国际食品博览会金奖的 仙桃九珠皮蛋 前身就是绵阳皮蛋 至于绵阳皮蛋的制作工艺 则源自江浙的变色蛋 在仙桃有双蛋非常的有名 就是咸蛋跟皮蛋 然后我们今天就直接来到原产地 首先我们看到这一刚刚泡在深色液体里面的就是皮蛋 而且一走过来那个味道还挺重的 这个皮蛋是用什么腌的 皮蛋就是我们这个简单的说法 就是用水泡 它的那个化学原料 就是我们用的原料 就是我们那个食品机的 清氧化辣 再就是咸 再就是盐 再就是茶叶 就这样就够了 那如果我们这样子看 怎么知道这个皮蛋是好了还是还没有好 你好的话 拿着手机像这一颠 它里面弹熟的 那个是最好的 这样一颠 它有一点带弹的现象 它会有一点点反作用力 反作用力 这个蛋就是好的 就是好的 去壳的皮蛋 蛋白呈深核色或草青色 我们这个植物 这个上面有松花的 看到吗 松花是什么 松花就是那个 那个清氧化辣那个原料的结晶体 它会在这个蛋的表壳上面造成一个花纹 它是一组结晶体 一个结晶体 这个叫松花 松花蛋就是这个蛋 就是我们这个传统就是这个东西 这松花可是缅羊皮蛋的标志 做的是糖心蛋 是吧 这里面 我们做的这个就是糖心蛋 在我们中国的大陆北方那一边 它要吃那个硬心蛋 是实心的 它硬心的 就是根据地方的那个习惯不同 我们也根据人家客户的要求做一点 所以你糖心的实心的都可以做 对都可以做 那做糖心的跟做实心的 那个做法不同在哪里 那个配方的比例要重一点 所以比例可以直接影响到我们蛋黄 是糖心的还是实心的 对这个产品 品尝过味道绵长的缅羊皮蛋 当然也不能错过 清朝时期就育满京城的沙湖咸蛋 这个是什么 这是原料嘛 这原料里面有什么 有盐 有盐水 就是那个土 土还有土 土它起连性要把这个盐连在一起嘛 就起连性作用了 这土都杀进了的 其实沙湖咸蛋之所以出名 最大的关键并非制成 而是鸭蛋本身 沙湖因为沼泽众多 里头生长一种特殊的麦黄角水草 鸭子食用之后 产下的蛋品质特别好 然后再把它放过来这里 那这里这个是什么 草木灰 草木灰 是什么的草木 有规定吗 稻草 稻草稍微盘收过了 一定要用稻草吗 对 一定要用稻草 为什么 稻草的这个灰 煸出来的效果才纯正 口感是最好的 那是因为稻草灰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老人跟我们讲的 就是它里面的含量 那就减轻一点 减轻一点 然后所以用稻草灰 做出来的咸蛋是最好的 对 口感是最好的 口感也最好 仙桃沙虎的咸蛋 在清朝的时候 光绪皇帝吃到的时候 就说好蛋好蛋一点猪 它指的就是 你看它蛋黄的部分 中间就是有一圈 颜色的不一样 就是因为他们有 这传统的制作工艺 因为他们这鸭蛋 本身的值就特别的好 所以我们今天就在 这个原产店来吃吃看 这个双蛋中的咸蛋 如此赏心悦目的咸蛋 让人食欲顿开 它吃起来跟我们一般 在市场买的咸蛋 比较之下 它的那个咸度没有那么死咸 它反而是香气非常的浓郁 而且我们平常在吃 这个熟的咸蛋的时候 咸蛋黄就会觉得 吃到最后会有点干干涩涩的 可是这个不会 它的那个油脂分布得非常均匀 然后你嚼啊嚼啊嚼啊 就会觉得满嘴巴 都是这个蛋黄的香气 看来只要善待大自然 就会有机会诞生人间美味 下段节目带各位 见赏仙桃的各式独特工艺 同时了解它的来龙去脉 湖北的仙桃东南陵长江 汉江还贯穿全境 加上核取网络的相通 在这样的地理条件下 发展出精美的淡水被雕 此外仙桃在外杆画跟雕花剪纸等工艺上呢 也有相当出色的表现 现在我们就来了解仙桃的工艺文化 仙桃因为过去称为缅阳 所以大多数的传统记忆 都会挂上缅阳两个字 像现在我们造访的纸雕工艺 就称为缅阳雕花剪纸 又称缅阳刻纸 它以构图繁茂完整 艺术语言丰富著称 既有中国南方剪纸的共同特征 又有江汉水香剪纸的典型特色 不过说到最有江汉水香味的工艺 恐怕非仙桃被雕莫属 因为它使用的材料 都是来自沙湖的贝壳 仙桃被雕 运用创新的装饰手法 汲取传统中国绘画 跟玉 芽 木 石雕等艺术的表现技巧 经过精心设计 雕模 组合 镶嵌等而成 老师 这一个作品需要花多长的时间来做 我们做了九个多月 全场的员工做了九个多月 但还不算那个石头子的制作 模型的制作 全是做工艺做那个贝壳的 贝壳手工膜 写料开始 我看它这个屋顶上面的翘翘凤尾的部分 还有窗子里面的窗林 然后甚至是每一片龙林 其实它做得非常的精细 你就算靠载进去看 你都看不到任何一点点的瑕疵 它这个最难的地方在哪里 最难的地方 就像那个小菱角 它小那个窗上的那个窗格 就是说这个每一间都是很精细的 特别像这个南竿的 它也不能用吃什么东西凉的 都是凭手感这样这样这样 对啊 纯手工就是这样 凭感觉 凭手感的 是 所以每一个细节 其实都是师傅们非常厉害的功夫 然后跟心力来慢慢去完成它的 沙湖水箱盛产淡水珍珠被 品种繁多 壳质坚硬 色彩绚丽 具有晶莹的光泽 清代末年 沙湖地区的民间艺师 使用本地贝壳做材料 制成各式工艺纽扣外卖 这就是仙桃贝雕的源头 没想到百年之后经过后背发扬光大 有了惊人的发展 可是我还是没有办法做连接 就是贝壳本身长这样 它是怎么样变成这个的 在这个料的部分 它是进行了什么样的工序 首先我们就把头子拿来看 看了就是哪一个部位 哪一个部位需要什么样的材料 我们就把这个背拿在手上 就是我们的显料 就是说这一地方 我们的显出呢 就具一款方片的 有那厚度的 就磨这个栏杆的 扶手的 但是像这个很薄很薄的地方 它比较白 就是把这两边一磨掉 就是这小鳞片的 这就是小鳞片的 所以像这样子一块区域 正面背面都要磨掉 才能做出一小片的鳞片 对对对 由于仙桃紧邻武汉 所以仙桃背雕的精品 几乎都以黄鹤楼为题材 像是被人民大会堂 所收藏的玉龙黄鹤粥 还有荣获工艺美术百花奖的 黄鹤归来图等等 见识了光鲜亮丽的工艺之后 再来欣赏一项 画腐朽为神奇的工艺 邓氏麦感画 麦感画这项工艺 可以上述到隋代 距今有1400多年历史 不过就邓氏麦感画而言 则大致形成在清代的统治年间 话说缅阳举人邓绰唐 进京参加殿士 后榜期间盘缠告庆 便制作卖感画换钱 一时王公大臣真相购买 进市吉地之后 仍然利用闲暇钻研此意 逐渐形成一门独特的工艺 家里这个祖传的麦感画 那是有给你这个压力 一定要把它传承下来 还是你是在什么时候 开始接触 开始做麦感画 我看到父亲做麦感画 又看到那个时候的 把我们走船的 一搭配很好的麦感画 都从家超越走了 又复制一具了 但是我父亲 不停地把摩杆画烧掉 晚上他是偷偷地把说 把烧的那个斗元 都在厨艺把它画下来 但是我看到心里很悲 很伤心 所以我这决心 要为父亲 把说凝摸下来的这笔画稿 我也把它做出来 邓游谱是当今 中国大陆的工艺美术大师 十四岁就随着父亲 学科皮影 也跟着母亲学剪纸 他在父母的艺术熏陶下 也爱上了麦感画 并在1990年 开始进行麦感画的创新 这个很古时的 古时的螺天 加温以后 这把摩杆变了一点石 加温以后 到这个一晃 它就变了点石 落上去就变了点石 变了点石 到地楼的穿越的话 地楼袋的时候 基本变成了 这么样的 它的光泽也好 它的这个石雕也好 点些面 枯实浓淡 和国华的味道一样的 邓友普的潜伏雕麦感画 既有传统记忆 又有现代审美意识 这是因为 它不但全面继承 祖传跟父辈的制作工艺 还大胆吸收 剪纸、背雕、树皮画、羽毛画、书法、国画、 烙画等诸多艺术元素 你把它蒸到组表 东西把它加工好了以后 再把它打开 一点一点地把它打开 一根根地把它打开 它是不能用机器代替的 是没有办法用机器代替的 它没有办法 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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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自制的胶 这个胶导市面上是买不到的 配方也是祖传的 都是祖传的 在祖传的配方以后 又加现代化的 让它更进步 一片片的 再把它贴成 贴成这个片子 所以这个平面是这样子 一段一段一片一片这样贴上来的 对对对 好肺丰富 它要贴了以后 它这片地幅 你看不到一点空隙的位置 对都没有 都是一根板的 对吧 邓友普迈感画的艺术底蕴 古朴典雅 端庄秀丽 眼前我们看到的作品 《水浒一百零八将》 就曾经荣获中国大陆 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银奖 现在 它也把这项工艺 传给儿子邓小军 邓幼军 使他们成为第七代传承人 你看它用麦感画来呈现 人应该有的肌肉 线条跟整个躯干的厚实度 所以这个掌握还是必须要有一番功夫 这时候要懂得人体的解析 结构 邓友普首创金楚独特的风格 开鳄鱼现代派麦雕画艺术的先河 一时传为一坛佳画 尤其是在了解老师 他从小家里面长大 接触麦感画 恢复麦感画 传承麦感画的故事之后 再去看这个清明山河图 它其实已经远超过一件 我们眼睛所见的艺术品 它是有很多传承故事 还有文化使命在里面的 其实像这一龙里面 大概都是养了两年到三年之间的鳝鱼 可以看得出来 它那个个头就比较大一点 然后你看这个肉就很厚 很厚实的感觉 下段节目来到杨林伟镇跟张沟镇 品尝仙桃美食的好滋味 富饶的水域 不仅让仙桃发展出精美的被雕工艺 更造就了仙桃的养殖业 在这儿呢出现两项第一 一个是仰善的第一镇张沟镇 另外一个是仰鳖的第一镇 叫杨林伟镇 现在呢我们去造访了解 仙桃当地的美食文化 这里是位在仙桃东南边的杨林伟镇 它是一个名文侠尔的鱼米之乡 近年来杨林伟镇以鱼湖为核心 组织动员广大鱼民 摸索出鱼鳖套养的模式 您瞧他们正在喂甲鱼准备蚯蚓大餐 这些过程看来似乎没什么 但这可是他们费了很大的劲儿 才摸索出来的养鳖方式 而且这样的方式让他们的收入翻了四番 也就是比过去至少增加了16倍的收入 鱼鳖套养的时候 鳖的代谢会产生大量的氨 通过浮游生物对氨的作用 建议增加浮游生物产量 净化水质 同时鳖会以一些死鱼 或是因病而行动迟缓的鱼作为食物 这样起到防止病原体传播 跟减少鱼病发生的作用 可说是一举数得 好 看这个渠道 等我 钓到了 终于 刚刚已经下了大概三四次了 才钓到这一只 这一个池子里的是比较大的鱼是不是 是 是 该有多大 像我们钓到的这一头 大概有多重 这个大概就是一斤三两 一斤三两 那长多久可以长到这么大 这个就是说是看放下去 那个鳖有多大 那个小鳖 小鳖 如果就是说是只有这么一点点大的话 大概就是需要三年 要三年的时间 鲜桃除了有个仰鳖第一阵 还出了个黄鳝之都张钩镇 黄鳝其实就是一般所称呼的鳝鱼 在中国大陆除西部高原之外 几乎都有分布 营养价值相当高 有补脑 降低血糖 清热解毒等功效 这个 这个鳝鱼本身它也是个低温动物 在盖里面的话 保持它温度用这泡 用这泡沫 像这盖好 留个气眼 一直到明天这个时候 这个温度基本上还是比较精力 还是可以的 对 那今天我们装的这一箱 估计是要送到哪里 这一箱 这一箱可能要装到浙江温州 送到温州 对 这个气眼全部留在 有才会气 能够呼吸 对 能够呼吸 其实像这一笼里面 大概都是养了两年到三年之间的鳝鱼 可以看得出来 它那个个头就比较大一点 然后你看这个肉就很厚 很厚实的感觉 而且它养的这个活动力也是十足 就证明它非常的新鲜而且健康 对对对 你会不会舍不得 这一只只的活宝贝 就这样一天天的送出去了 由于死亡超过半天以上的鳝鱼 会产生毒素 所以如何运送活鱼 如何做出营养健康的好料理 就成为一门大学问 请来看看鳝鱼米粉怎么做 用鳝鱼的哪一个部分熬出来的 鳝鱼的骨头加猪童子骨头 加猪童骨 熬出来的这个汤 要熬多久可以熬成像这样子的色泽 跟你们要的浓稠度 要熬三个小时 三个小时 所以其实我们在料理鳝鱼的时候 虽然我们先是用非常厉害的刀法 把它骨头去下来 但是我们也不浪费 它反而可以做成汤 看似简单的一碗鳝鱼米粉 料理起来可真不容易 这个汤是咸鲜味 还有胡椒粉的辣味 甲鱼的料理重点在壳的处理 它的烫的目的 就是便利把它的裙边取下来 所以它要烫一下 我们要取它的裙边 甲鱼的裙边 是不是就是胶原蛋白胶脂最丰富的部分 对 壳的裙边是甲鱼最精华的所在 甲鱼片放进去分一下水 它的作用就是去腥 先爆姜 先爆姜 好了 好了 调点粿 爆点姜之后 去把我们的甲鱼下锅 然后干炒 生抽也是调味的 也是调味的 而且有生抽有老抽颜色就好看了 对 这种辣酱 辣酱 让红烧更带劲 更有滋味 放水 就是要烧它了 对 就让它更入味 更透 鳖肉具有鸡 鹿 牛 羊 豬 五种肉的美味 所以有美食五味肉之称 而且是高蛋白 低脂肪 还有多种维生素跟微量元素的滋补品 因此越来越受到市场青睐 难怪养别人家总是笑口敞开 皮影戏 花骨系跟鱼骨 都是仙桃传统的表演艺术 下段节目带各位欣赏并了解它们的发展现况 在中国大陆任何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 几乎是曲艺发展的温床 当然仙桃也不例外 接着请各位欣赏仙桃的皮影戏 鱼骨 还有当地的花骨戏 听仙桃当地人说 早在三百多年前他们就有自己的土电影 但所谓的土电影 其实就是我们熟知的皮影戏 皮影戏是所有光影艺术的始组 而皮影的制作也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然后今天很幸运 可以亲眼见识到最传统制作皮影的方式 是纯手工的 绵阳是金楚文化的发源地之一 古代的青铜 竹木硬雕 跟雕花剪纸等工艺 为皮影的诞生打下了良好基础 它在这里找到滋生跟繁荣的土壤 并形成独特的风格 一层的刮掉 一层一层的刮掉就是皮了 而且每一方寸都需要这样子用手工把它刮掉 才有办法做我们的成品 对 所以老师您这边是从一开始的原料到成品 都是一个人这样亲手手工的去完成 对 这就是我亲手把它做成的 从这个油的皮子把它刮下来 做成皮影戏 缅阳皮影戏俗称皮影子 至今有三百多年历史 它以造型生动的影像 优美抒情的唱腔 妙趣横生的台词 优雅动听的伴奏而独具一格 虽然它的源头还无法考证 但早在明末清初 这一旦举凡谢神会事 逢年过节都有唱皮影戏的习俗 缅阳皮影的影的欧 做得这么大 然后瓶也这么大 其实是很有特色的 这我们这个地方的生活历史文化有什么关系吗 对 通过现在发展 这个电视 电影 比我们皮影都还好看 我们现在就是尽量的愈合把这个皮影 原来的皮影没得这大比这小些 我们通过一些设计师 一些会搞制作影子的 一些雕刻师们的时候 他们在这方面就很努力力 所以把这个影子就更新了一步 所以它的尺寸是比一般的皮影来得大 然后皮影也来得大 我们比唐山 比活泼那边都要大 是 然后其实我发现一个很特别的事情 就是这边的这个皮影戏的剧本 是只有这个演唱的部分 是中规中矩有这歌词的 对白的部分 好像可以稍微比较自由 自在 然后有一点点临场的感觉 把这个剧情交代清楚是不是 有 有说本 那叫说本 说本 道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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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每一次都会就是因应这个演员的情绪 还有演出的不同 可以有一点点的改变 对 该有道本就道本 没的道本就是唱腔就是唱腔 唱腔就是唱腔 也是叫做是你活被还 就这个事 是 所以这欣赏这个皮影戏 在台下看起来就特别的生动 然后我就其实在台下看 就看到这几个影子在那边 飞来飞去打来打去很精彩 可是后台是更精彩 就是好多人好忙一起 然后非常有默契的把这个剧情给交代清楚 然后让这个戏剧的感染力去感动观众 缅阳皮影戏是由缅阳鱼骨行腔 跟方言道白 其皮影戏完全合流 而融为一体的民间艺术 所以表演的后台可以说是卧虎藏龙 多的是缅阳鱼骨的高手 缅阳鱼骨 具有丰富的传统曲目跟唱腔 它是湖北流行最广 群众熟悉跟喜欢的走唱曲艺形式 以粗广高亢的唱腔引人入胜 杯子呀 夜的呀 夜油啊 有啊 哎呀 哎呀 至于眼前表演的缅阳花鼓戏 更是备受当地人的喜爱 缅阳花鼓戏俗称花鼓子 也称为中路花鼓戏 形成在清道光年间 是湖北三大地方聚种之一 缅阳花鼓戏 使用缅阳明歌小调跟方言 结合发展而来 二十世纪四五零年代 是它的鼎盛时期 邻近各县先后有大批艺人 来缅阳拜师学艺 会由缅阳师傅到江汉各地传艺 当时私人戏班林立 在江汉平原各县城乡 甚至河南 湖南等 外地农村巡回演出 而且我刚有观察到团长他表演的时候 是非常认真的 他最后在饰演那个老人家的时候 你仔细看 泪两行 所以是非常投入在剧情里面的 您从事这个花鼓戏的演员有多长时间了 大概有二十二年了 二十二年了 一开始怎么会想到要成为一个花鼓戏的演员呢 一开始呢 因为我的这个祖辈们 以前也是唱这个花鼓戏的 我们缅阳花鼓戏在秋时 有一个这个俗语 听了缅阳的悲腔里面的油哀之油 害病不吃油 我们花鼓戏有这个美誉 有这个美誉 就是说明他的感染力其实是非常强的 特强 是 所以你当时是不是也是 就从小看到这个花鼓戏 很震撼的演出 就立志也要练习成为好的花鼓戏演员 对 那这么年轻成为团长 你有没有觉得你自己有一些使命感 或是一定要达成的目标 那肯定 我要为这个花鼓戏事业 做一份贡献 多带动我们这个民众的农村文化生活 是 我要从基层做起 必须把这个文化事业推向一个高的台阶 蔡团长对缅阳花鼓戏的爱之声 护之力实在令人惊叹 仙桃的三浮潭镇 有长寿之乡的美誉 这一趟我们特地拜访当地的百岁人瑞 那么生活在三浮潭镇的人 为什么比较长寿呢 有什么原因呢 现在随外警队做翻了解吧 最近这些年 中国大陆吹起一股负稀风 最常听到的是负稀米 负稀茶 负稀温泉 甚至网络上 还有专门推广负稀产品的负稀网 因为稀是人体必须 却又无法自制的一种微量元素 而且是迄今为止 已知最重要的抗衰老元素 仙桃三浮潭的利林嘴村呢 是非常有名的一个长寿村 而且它长寿的秘密呢 跟我们看得到的这片土地 有非常大的关系哦 为什么大家都说 这个村是一个长寿村 我们三浮潭利林嘴村呢 这个有五千多个土地 这个土地呢 它富含一种微量元素 叫锡 它的这个含量呢 达到了每公斤土呢 达到了这个0.5毫克以上 这个生产出来的大米 它达到了这个0.06毫克以上的 这个锡的含量 这个锡呢 它这个增强人的抵抗能力 这个防止疾病 防止这个人体功能力衰老 这个具有很好的作用 所以我们这个三浮潭 这种利林嘴村的人呢 这个都很健康 很长寿 人体对锡的摄取 只能靠药补或食补 因此只要土壤含锡量较高的地方 种出来的产品 就可以卖到好价钱 我们今天来到的这里 是仙桃的沟益村 这里是非常著名的长寿之乡 那我们要去拜访一位呢 已经有一百多岁的老人家 如果要证明此地富西 就得多找些仁瑞来代言 你好 是这位吗 对对对 奶奶好 你好你好 我这样 我找不着牧师的 翻译一下 这是我们台湾来的美丽 你好你好 这这这这 我这紧色不起啊 他说他紧色不起 还有什么 我们带了好吃的东西 来跟你聊聊天 来 抱一下 谢谢 不会不好意思打扰了 是 奶奶手劲还是很有力 这手劲 他说你的手很有劲 手很有劲 很有劲 精神很好 奶奶是哪一年出生的 是1915年 1912年 终于找到了 老奶奶今年103岁 跟中华民国的岁数一样大 第四代 第四代了 三代同堂就已经是百年收来的福气 这个它是五代同堂了 五代同堂 要数百年才能收到这个好福气 奶奶坐坐 我们坐一下 来来来 坐坐 坐坐坐坐 我们的爱心 使尽力气要跟老奶奶交流 但总是对不上话 看来这代沟可真是够深呢 如果那尽力气不到 等一会比较难 一会比较难 百年才能比较难 比较难 这是哪一会比较难 能比较难 比较难 你比较难 一会比较难 一会比较难 热的吃 冷的吃 每个人都很好 是 是 哎呀 他们好 他们对我好 好 还关心 还关心 她说孩子们对她很好 我们都对她很好 都可以 都可以 最后只好请出我们的刘志作 来跟老奶奶对话 一顿饭吃几碗饭 三十一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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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一餐一碗 一餐一碗 他每天都走 对啊 你喜欢走路 他就喜欢走路 我都特别怪不得 最新我是外号 我腿有心血的 对啊 他就经常喜欢走 我特别喜欢走 应外警队的要求 这家人摆开五代同堂的镇室 给观众们瞧瞧 但这也只能算是基本款 今天来到这个购义村 我好像是走进人家的全家府里面 看到这一大家子和乐融融的感觉真好 而且这一家人其实才来一小部分而已 对不对 还有很多还没有来 虽然老奶奶以上百岁 我们还是祝福她 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 说到湖北的仙桃 它原名叫缅阳 这是大家比较熟知的 那么为什么在1986年 在现身各为市的时候 它更名为仙桃呢 关于这一点 大多数的仙桃百姓也搞不清楚 不过很多人依然怀念着过去 那个听起来比较具有文化厚度的名字 缅阳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 当地过去一直流传着一段悲伤的歌谣 叫做沙湖缅扬州 十年久不收 如今改名成喜气洋洋的仙桃 倒也不坏 况且仙桃这个名字呢 听在大家耳中 既新鲜又印象深刻 节目谢谢收看 我们下周再会了 祝福各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